这个前单性能优化的一些东西啊 这个东西的话是什么呢 实际上是在前单面试的时候会经常考的啊 大家如果不面的话 就是了解一下也可以啊 了解一下可以 不面前单的话啊 如果不面前单的话 这个问题可能 就是了解一下也行是吧 这个了解这个前单性能优化有什么好处呢 前单就是说你懂这些知识的话 那么会让人认为你什么 有经验 会让人认为你有经验 为什么呢 这些东西是什么 就是说你做了一两年之后怎么样 你才会去考虑这个问题了 是吧 一般新手不会考虑这个问题啊 如果你懂这些东西的话 会让人家认为啊 你好像开放了一两年啊 大概是造成这样一个 给人给人这样一个感觉是吧 比如说你可以说出几条啊 别人说啊 你好像做过是吧 做过啊 给人这样一个感觉啊 好那我们来说一下啊 就是可能是就是说 你不面前端 但是说你懂一些这个东西 可能别人问到你可以说一下之后 是吧 还是对你有帮助的吧 是吧 好我们来说一下啊 前单性能优化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的前单很特殊是吧 我们的代码是怎么样呢 先从服务器下载到客户端 然后再运行吧 它不像你们后台的代码是吧 后台代码是什么 直接在服务器上面跑 跑完之后返回 结果是不这样的 前端代码是先从服务器下到本地 然后在本地再跑啊 所以说它有一个性能的问题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如果下载慢 是不是跑得很慢呢 是吧 就是说我们这个访问的时候啊 那么如何实现这个下载的速度更快啊 主要是为了这个啊 那么的话可以通过一些技术手段 来优化策略怎么样呢 来缩短这个这个什么呢 这个整体资源的访问速度 以呈现速度是吧 然后网站的性能怎么样 会直接影响这个用户的数量吗 比如说我访问你的网站 你半天才显示出来 我就不想看了 没耐心了是吧 那么现在互联网的用户的耐心 越来越差了 是吧 同样几个产品啊 我要挑一个最好用的是吧 不好用的 我把它把它删了 是吧 这样子了吧 所以这个性能是很重要的啊 是吧 性能越好的话 你就用户体验越好吧 是吧 好 那么前段性能的话 有哪一些方式呢 那么首先的话有这几种啊 一个是代码部署是吧 然后还有是编码 关于编码的一些东西啊 好我们来说一下啊 那么的话代码部署的话 首先是我们代码要什么呢 压缩和合并吧 是吧 比如说我们的HTML和CS代码 最终到线上的时候怎么样 都帮都会把它压成一行 整个代码就一行 就是这个很难看 但是什么 下载速度很快吧 是吧 都会压成一行啊 好 这就第二点是什么呢 就是图片 GNS CSS 这类静态资源怎么样呢 使用和主张不同的域名来存储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那么的话 我们如果是同一个域名 会带Cookie 是不是这样的啊 我们就是刚 我们说过这个Cookie 是不是和 会和静态计划一起上传的啊 和下载吧 Cookie是有时候不需要传的 是不是这样的啊 它会携带上传啊 所以说这是一个策略 可以减少Cookie的传输啊 好 这是第二点啊 那第三点的话 什么呢 使用内容分发网络CDN 是吧 CDN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很多质量 比如说 比如说腾讯或者是百度的 是吧 比如说腾讯的这个用户 在北京什么登陆QQ是吧 那么登陆QQ的话 你这个数据不可能从什么 它的总部过来吧 从它的从深圳过来 不可能是吧 那么这个是不是太慢了 那么就在北京做一个什么呢 做一个什么 内容分发的一个服务器是吧 服务器的话 它的数据在北京存着是吧 那么你在北京聊QQ的话 是不是这个数据从北京过来 是不是就更快一点了是吧 比如说你在杭州聊天是吧 那么在杭州 是不是也建一个CDN的服务器啊 是吧 那么这是不是就更快呀 你不可能所有数据都放在深圳吧 是吧 这个就太慢了啊 腾讯的总部在深圳 大家知道吧 好 这就是什么呢 这是内容分发啊 那么的话很多服务商的话 就是做这种内容分发的 是吧 就是每个城市 可能这种大公司 每个城市都设一个CDN 是吧 你的数据可能就存在这个 就存在那个城市啊 不用存在什么呢 这个不用集中存储啊 好这是第三点 第四点什么呢 为文件设置什么 这个什么 这些文件头啊 比如说 last modify 或者是一个spair 或者一tag啊 设置这些文件头 设置这些文件头之后的话 那么有什么作用呢 就是说 我们的网站在请求这些资源的时候 啊 请求这个资源的时候 它会去 按照这个文件头啊 如果是为文件头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last modify 就是最后一次修改的时间 如果说最后一次修改的时间的话 是比较什么呢 是比较新的是吧 那么的话 我就怎么样呢 就是和当前时间对比吧 如果和当前时间对比 这个时间的话是 没有变是吧 没有变的话怎么样呢 我就直接读缓存是吧 直接读缓存 就不用去下载了啊 不用去下载了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就什么呢 就节约了这个贷宽吧 节约了这个请求数啊 比如说这个expile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过期时间 是吧 比如说这个图片的过期时间 是七天 那么七天之内怎么样 我就读缓存 我就不找服务器要了 没有没有 我就读缓存 不找服务器要 这是省略带宽啊 节约带宽啊 你用户访问本地的图片 是不是很快啊 是这样子吧 然后etag是一个什么 是一个时间戳 就是把这个什么呢 这个文件给它一个时间戳 然后它也是比较这两个时间啊 按照这个时间来 是否要下载 是不是啊 如果这个时间是 是这个时间之内的 我就什么 直接读缓存吧 啊 这样子啊 好 那么这几个东西相当于是 运维方面要 要做的事情啊 那大家如果知道这个东西的话 也好啊 好 运维要做的事情啊 好 那么的话 使用这个GZF压缩传送 大家应该知道这个东西吧 GZF 在Linux里面 是不是学过啊 是吧 把这个资源进行GZF压缩 是吧 是吧 Linux是没有学过啊 使用GZF压缩传送啊 然后第六点是什么呢 传横这个DNS的查找次数啊 传横这个查找次数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呃 这样子的啊 就我们在网站访问一个地址的时候怎么样 访问一个地址的时候 它是什么 我们是敲的域名吧 域名最终会解析成什么 IP地址吧 是吧 那么的话 这个域名到IP地址的这个过程 是不是他这个域名先去 先去访问一个DNS服务器啊 DNS服务器 然后把你这个域名再解析成IP地址 是吧 然后再去访问那个IP地址 有这样一个过程吧 那么你域名越多 是不是DNS的这个查找是不是越多啊 DNS解析越多啊 所以说 为什么要传横呢 尽量不要多 是吧 那么它跟这个地方是什么 是矛盾的吧 就是说 第六点跟第二点是矛盾的 是吧 第二点的话是什么 用不同的域名 是吧 它的DNS解析次数是变多了 是吧 这个的话是什么 要传横这个 是吧 所以说不要太多了 比如说两三个域名就可以了 不要太多 是吧 太多的话 解析的慢的话 也会导致什么 这个加载慢吧 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说这个是不同的域名 这个的话什么呢 这个域名的话 不要不要给太多 给太多的话怎么样呢 DNS解析的话就慢一点 是吧 比如说三个域名要解析三次吧 是不是这样的 这样子 那么接着的话是第七点是什么呢 是避免不必要的重定项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们访问一个什么呢 比如说三w.百度 百度.com 好 它真实的地址应该是这个 加个斜杠 明白没有 它的地址应该是这个的 而不是这个 是吧 不是这个 这个的话是什么 你挑这个实际上也可以进去 实际上它怎么样呢 它自己做了一个重定项吧 自己它自己跳到了这个地方 是吧 它实际上自己跳到这个地方 所以说你写这个地址 最好加一个斜杠 它就不用再重新跳了吧 不用再重新跳 是不是可以加快速度啊 是这样子吧 是这样子的 好 就是说一个域名地址 它后面要跟一个斜杠 最好是这么 这么写啊 所以说我们在写链接的时候 写那个 写那个hub链接的时候 是吧 比如说我写一个什么 写一个A标签是吧 A标签 A标签是吧 然后这个hub链接的时候 比如说三w.百度 都靠我们是吧 如果我想快点 加个斜杠是不快点的 是吧 加个斜杠啊 这个就什么 是不是能优化它的性能呢 最好把这个斜杠加上啊 这样子啊 前面http也加上啊 http 然后 是吧 把这个也加上是吧 这个就快点 它不会重新再跳一次啊 好 这是关于这几个啊 这几个的什么呢 这个性能优化 好 这是关于代码部署的 接着我们来说一下 这个编码的一些东西啊 编码一些东西 我们前单主要是什么呢 包括三种编码吧 那么一个是html 还有4SS是吧 先说一下html是吧 html的话就是什么呢 首先使用什么 结构清晰的 简单的这个标签是吧 这个结构越清晰怎么样 是不是加单越好啊 是吧 那么这个语义化的话 是为了什么呢 为了这个seo的需要啊 语义化 避免空的这个什么东西呢 src或者hf是吧 空的话 它会去找 找到之后又找不到是吧 这不是浪费是吧 然后第三点的话 不要在这个里面缩放图片 是吧 这个的话是什么呢 这个是跟我们的移动端 有一点相背吧 我们移动端 是不是在缩放图片呢 移动端为了 适应retain的平行 是不是我们把 大一倍的图片缩小啊 是不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的话怎么样呢 可能是什么说一下而已 是吧 实际开发中不是这么做的 就是说 我们就有个取舍吧 你到底是想 显示的好看的 还是想性能更高 是这样的 那么你就要做一个取舍 不能两个都兼得吧 是吧 不能两个都得到啊 就是你可以知道啊 就是尽量不要缩放图片 什么意思 图片多大 你就用多大 它是200宽的 你就用200宽的来显示它 它就不会重新渲染这个图片吧 如果200的图片 你把它写成100 它是不是重新渲染一次啊 重新解析一次啊 这个就慢了啊 这是这 关于这个HTML啊 好 再说一下CSS啊 CSS是什么呢 首先是精简 CSS选择器 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CSS选择器 尽量要减短啊 比如说这个CSS选择器啊 这个前面尽量要短啊 越短越好啊 这是一个吧 这是两成吧 是吧 最多不要超过四成啊 这是三成吧 最多不要超过四成啊 越多的话 你读得累 电脑读得也累啊 电脑解析得也累 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尽量写得越短越好 最好是一成就完了 是吧 只要不冲突 一成就好了 是吧 越短越好啊 这是第一点啊 好 第二点的话 把CSS放到顶部 为什么要把CSS放到顶部呢 因为CSS是什么呢 它先把CSS读完 然后再来渲染页面吧 如果你放到底部的话 它先把页面渲染完 然后再读CSS 再回来再渲染 是不是就多了一部啊 多了一部啊 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放到顶部啊 然后这个的话是什么呢 这是以前的CSS的写法 就在CSS里面 什么呢 CSS里面 插入一些东西是吧 插入另外一个CSS 这是以前的写法 那么尽量避免这种写法啊 有以前的写法 我们也没讲啊 这个写法的话 也不常用了啊 包括后面这些写法 比如说用 用CSS表达式 什么意思呢 我们CSS里面 还可以写GS代码 还得没有 还可以写GS代码啊 这种东西也不要写 是吧 避免使用CSS表达式啊 然后CSS里面 还可以写什么呢 写滤镜 是吧 写滤镜啊 那么这个的话 那么CSS上呢 有新增很多滤镜啊 这个也会影响性能 是吧 所以说这有个取舍啊 你到底是想 显示效果好呢 还是希望显示的更快 啊 有个取舍 好 那么大家要学会说这个 是吧 好 这是关于这几个啊 避免这几个东西啊 好 然后的话 这个是什么呢 使用Biz64的这个图片啊 使用Biz64的图片啊 好 这个我们一会儿演示一下啊 好 接着的话 什么 使用实验上的动画来取代 僵尸的动画 是吧 就是动画的话 它的性能更高一点 是吧 竟然是可能操作动画 可能更慢一点啊 然后使用自理图标 大家用过了吧 Biz64是吧 自理图标啊 使用雪碧图 用过了吧 使用雪碧图啊 使用SVG图形啊 这个使用SVG图形 就是要使用SVG的图片 SVG是一种图片格式啊 如果你能用的话 今天用它 是吧 这个需要什么 UI画出来吧 UI能画出来 你就能用嘛 它不画的话 你就用一般的图片 是吧 这个得给它配合 是不这样的 配合啊 好 这是关于4SS这些东西啊 虽然这些东西的话 那么有个地方要讲的是 关于这个Biz64 什么意思呢啊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Biz64啊 这里是一个Biz64的 转换的网站 转换的网站 看一下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这里有一个图片 比如说这里面 拿一个图片吧 新建一个 这里面拿一个 Imagist啊 Imagist图片啊 把他的这个图片拿过来啊 这里面有个图片 我把它拷过来啊 这张图片啊 复制一下 是吧 复制一下之后 然后我来到这里来啊 放到我的这个地方来啊 放到我的这个地方来啊 好 放到我这个地方来 假设说我页面上 又用它是吧 我新建一个啊 然后是 拿一个什么呢 这个Biz64啊 然后点HTML啊 好 存一下是吧 存一下之后 然后把它引进来啊 好 比如说我这个box box的话 我想给它来一个背景 是吧 box啊 好 box的话 那么讲说这个box的宽啊 box的宽是宽是100啊 200吧 200px啊 好 高度是200 200px啊 好 背景图片的话 我给的那个背景图啊 背景图呢 是URL 是吧 Imagic里面的这个 这个图片吧 是吧 好 这么引的话 是不是有一次请求啊 有一次请求啊 比如说是 我来看一下啊 大概是这样子的啊 好 这样一张图是这样的 这样一张图啊 好 这张图 假设我就想做这种效果吧 做这个效果啊 好 那么的话 这个东西 这个图片的什么呢 它的这个什么呢 这个数据啊 可以直接放到页面上 直接放到页面上 就不用引这个图片的啊 怎么放到页面上呢 我们就用这个Base64的方式啊 好 这个Base64 就是这个Base64的转换的网站 看到没有 好 点它就到这里来了啊 好 怎么转呢 我们来编辑本地图片 是吧 编辑本地图片啊 好 这个网速可能有点慢啊 编辑本地图片 好 比如说我把这个打开是吧 把这个打开啊 打开一下 打开一下之后 接下来的话 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图片的 它的什么数据吧 看一下 这个是这个图片的数据啊 它把这个图片的数据啊 编码成这样一个格式啊 看到没有 是吧 我可以把它直接拷过来啊 复制一下 复制一下之后 然后到这个地方来啊 然后用引号啊 把它拷到这里来 这样子的啊 好 这样子之后 那么这个什么 这个就是图片的数据 我就不用再去请求了吧 我直接用这个数据就行了啊 不用再远程去请求 另外一个图片的啊 好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啊 刷新一下这个页面 是吧 这个是不是也一样啊 看到没有 是不是也一样啊 也一样啊 好 这就是被子六十四 好 被子六十四的话 那么大家在后面的什么呢 在后面的什么 你们的开发中 可能会碰到这种 这种啥啥啥啥啊 就是你们 以后读一些 这种啥啥啥啥 可能会碰到一堆 这种东西是吧 那么你就不用什么 不用什么 就是觉得什么 这是乱七八糟的东西 是吧 它实际上就是图片的什么 编码是吧 图片的被子六十四的编码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啊 好 就是直接把图片的数据 放到页面上 我们就可以怎么样 就不用再节省一次请求吧 好 那么这种方式的话 一般是针对什么呢 小图片啊 大图片就不要这么弄了 大图片太多了 是吧 把你把大图片转下一堆代码啊 那么这个也太太吓人了啊 一般是做小图片 可以这么做 是吧 这个是不是就可以节省这个 节省什么 这个请求 是吧 好 这是关于被子六十四啊 这个地方是吧 写着被子六十四吧 好 那么这个概念 大家今天第一次接触啊 后面大家如果碰到 别人说被子六十四的话 你就知道是 是这么个东西 是吧 好 那么这个是关于四十四的一些东西啊 好 接着我们再来说完啊 把GIS说完啊 GIS的话 那么有什么东西呢 就是这些东西啊 有些东西我们知道啊 减少引用库的个数是吧 这个GIS库越少越好吧 是吧 越少越好啊 那么有我们后面可以有 自动化的工具怎么样 把GIS库合成一个了 有这种工具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第一点啊 好 第二点的话是 使用这个requireGIS和CGS啊 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GIS的模块化开发 那么有部分的公司是这么做的啊 它类似于封闭函数啊 类似于封闭函数 我们讲的封闭函数 就是用一个GIS来引所有的GIS 用一个GIS去引其他的GIS 然后通通通通过他来什么呢 协调所有GIS的家载啊 那么这个叫模块化开发啊 那么有的公司是用这个 有的公司是用这个啊 这个的话他的这个使用的这个方法也 不是太难啊 如果说碰到的话 大家什么 可以是吗 临时学一下就可以了啊 这是模块化开发啊 好 那么的话第三点是什么呢 放到页面底部引入 是吧 这是什么呢 这是理想的情况 是吧 实际开发中不是这样吧 今天我说了吧 资源应该放在全部放在头部吧 是吧 放在底部的话怎么样 我们不能把头独立出去吧 一般我们是把资源全放在头部 然后把头独立出去 这是一个理想状态 是吧 那么什么呢 就是说你可以什么 你加新功能的时候 可以什么 把GIS放在底部吧 加一个新功能的时候 你可以这么做啊 把你的GIS放在底部引入啊 好 然后避免传局查找 刚才说了吧 传局查找 是吧 比如说我刚才写了个GS啊 这个GS 我在这里是不是引用了它是吧 因为它这 我这个地方又写个多了什么 这个又把它换成这个是吧 好 假设把它换成这个的话怎么样 是不是这是查找了两次啊 这里查找一次是吧 这里又查找一次 是不是查找两次啊 这个是不是什么 浪费资源的 浪费性能是吧 好 那么你就在这里查找一次 是怎么样 这个地方就直接 用这个变量就完了吧 是吧 那么就是什么呢 就是节约这个查找的次数啊 好 那么接着查一下什么呢 使用原生的方法 什么意思呢 就是尽量使用什么呢 加S原生的方法 是吧 既然是原生的方法 那么实际开花中也不是这样吧 我们还是用接扣率的函数是吧 所以说这是一个理想状态啊 那么知道有这么个 原生方法肯定是说 比封装的方法要快是吧 但是的话 原生的方法不好用吧 是吧 不兼容 这个呢 所以说我们还是用封装的方法啊 那么使用Switch 代DG4L是语句 这个前面我们说过吧 好 减少语句的个数啊 比如说多个变量 写成一句啊 这个我们也说过 是吧 然后使用字面量表达自来 素质化素质和对象 这个我们也说过吧 是吧 好 使用什么 直接量吧 直接什么 比如说我们 素质化一个速度的时候 哇一个什么 ARR等于6一个arrow 是吧 那是面对样的方式啊 那么我们可以直接 ARR等于一个中号 然后直接写值 是吧 这样就更快一点 是吧 好 那么使用InnerHTML 取代复杂的元素注入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尽量的什么呢 用字母串的方式 插入这个元素吧 是吧 然后我们还有什么方法 比如说append的方法 是吧 append的度方法 是吧 那个的话就是怎么样呢 就是精确的插入 是吧 如果说你可以用字母串 直接塞的话 那就更快 是这个意思啊 好 然后使用四件 什么 使用四件 四件委托 或者四件代理 是吧 我们说过吧 四件委托啊 就是四件委托吧 四件委托是可以提高性能吧 是这样子啊 好 然后避免多次访问度母选择集啊 这个我们应该也说过 是吧 好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们那个负循环的时候 是吧 负循环的时候 我说一下啊 比如说我们那个负循环 负什么呢 va什么 i等于0 是吧 i等于0啊 i小于这个什么呢 小于一个什么 比如说是 什么 多了 l i 它的认识 是吧 然后逗号 i++ 是不是这样的 是吧 好 那么这个选择集 它的这个认识 你这个i有几个 它是不是要 每次就访问一次啊 是吧 比如说这个i有十个 你这个地方 是不是要访问十次啊 每次要读它的认识吧 那么这个都怎么样 你把它存一下 是不是就可以了 比如说这个啊 上面拿一个什么呢 y一个什么 lens啊 好 y一个l en啊 等于这个 多了什么 li 它的lens 是吧 length啊 好 那么这个地方就换成这个 什么 len 这个是不是就节约了 这个性能了 是不是这样的 这里只读一次吧 然后这里什么 直接用这个数值就行了啊 好 这就是什么 提高性能吧 就是一个的小点 就是每一点都注意的话 怎么样呢 就可以什么 慢慢的节约 是吧 性能是一点点的节约出来了 这样子的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 高品速发使用什么呢 使用函数节流 这个也讲过吧 好 我们做那个整瓶滚动的时候 是吧 好 那么接着 还有一点就是什么 使用web storage 缓程数据 就是我们讲的那个 logo storage 和单程 storage 就是你页面上 如果有些数据 要反复访问的话 反复的请求和访问的话 你第一次访问怎么样 可以把它存一下来吧 下一次访问怎么样 你直接读 你拿那个存的 不要再 不必再去请求吧 这也可以啊 比如说你请求了 一堆商品的数据 是吧 请求过来之后 把它存一下 存到本地 下次再访问这个商品数据 你直接读本地的 是不是就快啊 不用再请求了吧 是吧 本地肯定很快啊 好 好 那么大概这么多啊 这个就是关于这个 前单性能优化的一些东西啊 性能优化的东西啊 这些东西的话 那么 其实我们前面很多地方都讲过啊 很多地方都讲过啊 就是这里做一个总统一的这个归纳 是吧 大家如果懂这些东西的话 如果别人问他 可以说一两点 说一些小点的话 可以什么样呢 还是比较什么呢 就是让人家觉得什么 你还是做过一些事情是吧 就是有一些经验 是不是这样的啊 大概是这样子了 好 这就是关于前单性能优化的一些东西啊 前单性能优化的一些东西 好 好